民宿小帮手细心替客人check in 这是Ember每天工作日常 Ember仔细向客人介绍 就是希望每个人能在这里留下美好回忆 但其实Ember是一名马来西亚外商航空的空服员 好不容易考上 结果碰上武汉肺炎被放三个月无薪假 灰胎想找打工却四处碰壁 找过包水饺的实行人员还有药局助理 但他们都不要短期打工 英文家教两个月 然后有十多天零确诊之后 才感觉到有人潮回流 在这之前其实找不到打工的工作 无薪假就是零收入 灰澎湖当民宿小帮手 难得的打工经验格外珍惜 原本收入七万 民宿小帮手月入大约两万 等于直接少了五万元的收入 很梦幻但也忐忑不安 公司为了要让我们保持 对机商业务的熟悉感 都还是有一些线上课程 那老实说本身很期待 赶快回到这片天上 想重回空中 Amber可一点都不敢放松 尤其每间航空公司都会要求空服员 每年都要通过年度复训 包括逃生演练 CPR 电脑测验 很多空姐只要通过 就会校车拿到年度饭票 Amber就算放假却也不断练习 Amber也希望疫情赶快过去 现在让自己随时准备好 等到付费后就可以立刻回到 自己喜爱的一片天 一架一架飞机停在机坪上 比天上飞得还要多 武汉肺炎烧了将近半年 航空业进入冰河期 客机班次起降 时尚新低 空服人员难得放长假 但日常支出还是得花 抬起头就能够看到长荣大楼 桃源南坎因为地理位置 吸引不少航空业人员租屋入住 以南坎中转路为中心 新建案左右林立 因为机师空服员等职业人员入住 又被叫做是空解村 往北走只要半个小时 就能够到桃源机场 临近长荣航空公司大楼 加上大卖场纷纷进驻 生活机能非常好 但受到疫情冲击 租屋情势出现下滑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很多航空业者 他们一个月只有一次扳机 所以目前遇到自己手头上的客人 大概就是有机师 副机师还有空服人员 他们大部分很多都遇到退潮期 有房仲业统计 网路带租件数 跟去年四月中同期相比 突破四百件 等待有缘房客入住多了两成 租金平均行情上反倒倒退 从每平每个月七百四十八元 降到了七百一十二块 降幅约百分之五 其实来南侃这个地方 上班的空服员 大多数六成都是台北客 那台北客他们原则上 他们是如果说常常非班 其实他们回来的话 南侃比较休息比较方便 留在南侃时间非常长 但是他是却每个月要花 大概一万到一万五 甚至两万多块的租金 他们就划不来 原本为了方便往返机场 减少周车劳顿 才在周边租房 现在却因为疫情 上班天数大减 房租成了空服员 一大经济压力蜡烛两头烧 三连新闻林红鱼 许慧美 陶宁成的